新来的小伙伴们白颜色的蘑菇不要摘不要摘 大家好我是甜的姐姐 欢迎来到甜的姐姐和韩娜的频道 封面还是片头还是要 片头还是要录一下 今天2月28号星期天 这是个青铜菌 这竟然还长出个蘑菇圈来了 大家能看得出来吗 写蘑菇圈 写蘑菇清亮 这挺可爱的 今天证实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还是挺重要 今天证实了木耳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小伙伴们 竟然今天找到木耳了 这还挺有意思 今天最大的收获 可能就是这几片木耳了 哎呦好 看这几片木耳是几天不一定晒得干了 这个不是榨树这个其实是干掉的 结谷木花的树 结谷木树 小伙伴们再次重申一遍 采摘蘑菇是有很大风险的 尤其是在野外的森林里面采野蘑菇 尤其尤其尤其是采摘白色的蘑菇 白色的蘑菇这件事情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我在基本上所有的视频里面 都强调强调再强调不要采摘 我所有的视频里面的 所有的出现的蘑菇 都只能作为进攻参考 尤其是没有采摘过蘑菇 没有蘑菇采摘经验的小伙伴们 千万不要看了我的视频 就去采蘑菇 我不对你们的吃在嘴里的食物 负任何的责任 尤其是白色的蘑菇 那么我今天要摘的这个蘑菇 是有非常非常相近的 两颗就致死的蘑菇 所以就是没有经验的小伙伴们 千万千万不要摘 我今天摘的这个蘑菇 这个蘑菇是什么呢 这个蘑菇因为今天这条路上 现在到处都有一个一个的小白点 这个蘑菇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吃的 小白菇小口菇 德语就叫香白鸟 这是一个小白鸟 两个 下面还有一个 你把里面还有一个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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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被找出来 这是刚刚找的 嗯 这太可爱了 这还有一个 太可爱了 这一路上长得好多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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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走过来没钟应 路旁边好了 这个蘑菇就真的是刚刚 昨天 这个真的就是昨天下的雨 今天出的蘑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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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朋友 它经常就是直接长在马路旁边的 甚至于你想像这个 今天呢 就差没长到马路当中去 就直接它就有一点泥巴就可以长 它不是长在 小伙伴们 那个我回来了 我思来想去考虑了很长时间 最后还是决定这个香腿牛呢 不把它单独的做一个视频了 就今天呢 这个视频的最后稍微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切出来的 它这个形状其实和我们平时吃的 哎呦 它这个形状其实和我们平时吃的小蘑菇是很像的 我今天找到的是刚刚长出来的蘑菇 所以它 你看我这个有很多它的这个军伞还没有打开 只有大的这个大的这个军伞也没有打开 其实它可以长到很大 就是我曾经捡到过是这么大的 所以呢 它的大小也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我今天捡到的是和我们平时在菜场吃到的差不多大的 但是它有很大很小的 它也有相近的品种和它长得非常非常像 那么我们平时一直说的在德国两颗就致死的这个knobletenpils呢 它在小baby的时候就是它在很小的时候有可能和这个蘑菇混淆 那么就就就就就我来说呢 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不是很像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knobletenpils 它所谓的这个鹅高菌种呢 它下面是有一个它的根部是圆的 竖起来是一个蛋蛋的样子 那么这个根部呢它不是圆的 它就是这种细的 细的这个形状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knobletenpils呢 它切开以后横界面是纯白色的 就是它的这个菌散下面是白色的 而champinion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它切开以后这个里面是咖啡色的 那么这个是它和这个致死的白蘑菇最大的两个区别 其实呢这个champinion啊它长开了以后 它也有一群这个这个环啊 均环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点环的 但是呢这个德国人吃野的champinion 包括它吃这个超市里买的 其实它都是均 一般都是吃这种均散还没有开的 我们在菜场上买的蘑菇一般 也都是这种样子没有开的 所以呢就是它没有开的时候你就不是太好辨认 你需要你需要就是切开它的横界面 你才可以看到它原来这个菌者是咖啡色的 那么还是这句话 我就不在这里太多的给大家解释这个champinion这件事情了 我就只只把这个champinion书上的这个注解和它的很相似的 非常非常相似的有毒的品种和有一点点相似的有毒致死的品种 一起放在现在这个屏幕上啊 大家自行决定 我个人的建议是小伙伴们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们的话 千万千万请大人们不要尝试白颜色的蘑菇 因为城市里面会有很多的不同品种的白颜色的蘑菇 在公园里在城市的花园里甚至于就在这个马路芽子上面 它就会长这个白色的蘑菇 那么小朋友如果看到了以后今天说 啊那个我看到了一个视频 说那个马路上马路上就能长的就能吃的 不是的啊不是的小朋友们 白色的蘑菇千万不要随便摘 很有可能是非常非常有毒的 如果你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或者从来没有看到过 或者从来没有注意过在欧洲你们生活的城市或者乡村里面 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这个香配牛呢 野的这个口固呢 大家就忽略我的最后一段 千万千万这个千万千万珍惜生命啊 不要为了说尝试吃这一个在超市里面花两块钱就能买到的蘑菇 这个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嗯那么木耳呢还是可以试一试 希望你们也能够有很好的收获 新来的小伙伴们白色的蘑菇不要摘 不要摘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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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